在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之际,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表讲话称,英国不会放弃香港,奥格鲁撒克逊人就是嘴硬,不放弃,你还能来拿不成,非什么话呀,有本事把六艘驱逐舰拉过来,把那个下面漏水的伊丽莎白豪一拉过来。 给大家开开眼,看看英国皇家海军的威风,如今这个世界无聊就无聊在帝国主义没有武德,天天就想着撒谎,造谣,煽动,浑身上下就只有嘴好使,再也没有一百八十年,前往东方海岸线上架大炮的勇气了。 你以为昂撒强盗们不想吗?他们只是做不到而已。 2020年7月2日,香港国安法通过的那一天,纽约时报驻港记者拉姆齐,就把自己的推特封面换成了一张老照片,内容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,英法舰队集结香港准备进攻中国的画面。 真是霸气啊,昂撒强盗无不怀念达清,那时候他们可以逐鹿千里,惊奇必空,用武力封锁一个东方大国的港口,用大炮巨舰逼清政府签下不平等条约。 但今天,他们做不到了,今天的英国才几艘船啊。 而随着003号福建舰超级航母的下水,中国海军的舰艇数量和实力,都已经是实打实的蓝星第二水平。 别说英国,就算是不可一世的美国,也只敢在南海表演潜艇装地球,F-35磕头下水。 中国近海,谁来都不好使,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和他们比什么舰艇数量。 东风导弹和055军舰,就能请帝国主义去找他们梦里的亚特兰蒂斯。 英国确实不想放弃香港,这几十年间,他们在香港确实买了很多雷,培养了不少职人和反动分裂分子。 背地里干了很多阴间的事情,2019年香港骚乱,英美都脱不开干系,比如英国丧心病狂,给香港人发几百万本BML护照。 并且庇护了一群乱港分裂分子,但禽兽之变诈,也就这么多了,先不起什么大浪? 英国现在的经济水平,科技实力,政治影响力。 军事能力综合起来只是一个三流国家水平,对世界的影响力可能还不如印度。 你英国底子都没有了,还有什么资格隔着大洋指手画脚,装什么离岸平衡手,搅动天下风云。 2022年以来,英国的通货膨胀水平不断高涨,已经达到9%。 是40年来的最高水平,物价上涨导致了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。 目前的英国通货膨胀十分严重,多家超市中廉价商品价格累计飙升了50%,尤其是英国人最爱吃的的意大利面,价格也出现50%的上涨情况。 除此之外,面包、牛肉、米饭和薯条的价格也出现了暴涨15%的情况。 按照相关部门统计的情况,曾经在5月份的时候,英国零售商品的价格同比上涨2.8%,这是继2001年以来最高的记录。 英国的粮食物价已经上升到了30年来最高点,比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还严重,以至于约翰逊号召英国人民少吃肉来减肥。 但英国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经济危机,而是政治危机,讲难听点。 所谓的英联邦和大英帝国还存在吗?全世界还有人把英国当回事吗? 澳大利亚说只要女王去世,就退出英联邦,亚买加正在准备退出英联邦。 并且控诉英国历史上最恶的奴隶贸易,连印度都觉得大英正统在梦买了,再过一段日子。 可能英国都不会存在了,他连自己的本土都未必能够守住。 苏格兰即将在明年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,以脱离英国的统治。 其实在去年五月,在苏格兰议会大选中,主张独立的民族党获得胜利。 民族党获得苏格兰首席部长席位之后,就宣布要在未来两年内推动苏格兰独立公投。 五月初,英国举行地方选举,首相约翰逊所在执政党地方议席锐减四百多席,最重要的伦敦选区都大败。 在英国,地方选举是接下来国家议会选举的风向标。 这预示着约翰逊的执政党,下次大选必败无疑。 但最重要的不仅仅是约翰逊所在执政党的惨败,而是在英国最敏感的几大地区。 胜选的政党全部是以公投脱离英国作为竞选纲领的政党。 在约翰逊担任首相的这几年,英国政府跟随美国一直站在反华反共的阵线上。 不但在香港问题上搅风搅雨,而且在新疆问题、西藏问题上全面抹黑我国,无端制造人权议题,鼓动分裂势力。 然而这悉心打法用多了,也是会反噬自身的。 颜色革命,和平演变这套东西,能够洗脑别国民众,也能洗脑自己的民众。 能够煽动别国的分裂和冲突,也能撕裂自己的民族和历史。 当年撒切尔夫人和里根联手,用和平演变支解苏联的时候,大约没有想过有一天这套东西,也能用在昂格鲁撒克选人头上。 其实约翰逊只是个小丑,既不是英国的李鸿章,也不是英国的张志东。 他连个表胡将都算不上,他只是美帝国主义的根屁虫和狗腿子,一切未为美国马首是瞻。 英国的未来和他没关系,他也未必在乎英国和英国人民。 英国长期以来什么光荣革命,君主立宪,须君治洗脑世界几百年,但英国本质上,还是个君主制的封建贵族国家,资本家和贵族一体化,英国每年花费几亿英镑来供养王室。 伊丽莎白二世是这个国家的象征,和维系英联邦的纽带,甚至掌握着很多无形的权力。 这位老太太经历过二战,冷战,殖民地丢失,苏联解体,英国脱欧。 亲眼见证了不可一世的日不落,沦为一个三六岛国,这一生可以称得上是经验丰富。 还是希望伊丽莎白二世夺活几天,说不定能够见证苏格兰,爱尔兰的彻底分裂。 见证英联邦国家一个个独立,见证马岛回归阿根廷,见证昂格鲁撒克逊人回归他们的故土,还世界一个安宁。 这些天香港即将举行回归25周年庆典,即第六任行政长官就职一世,相关新闻报道频频刷屏。 广大爱国网友关注此刻的香港,是因为在所有中国人的记忆中,香港回归是凝结着往昔苦难记忆,与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注脚,是展现当今中国自信的重要标志。 对于历经社会动荡的东方支柱来说,今年的25周年回归庆典,是香港游乱机制,游至极星的伟大征程的重要节点,和历史见证。 6月30日下午,在高铁香港西九龙站欢迎仪式上,总书记发表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,指出历经风雨之后,香港浴火重生,呈现出蓬勃生机,并表示我的心,中央政府的心和香港同胞在一起。 在这个对香港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,国家领导人亲临香港,充分彰显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关心,支持对新一届特区政府的信任和重托,更体现着香港将更加坚定地背靠祖国,更加紧密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。 香港,明天更美好,凝聚万众瞩目,万千期待的东方蜘蛛,这些天早已成为一片喜庆红色的海洋。 人们把郭区和区区挂满了香港的大街小巷,这座一海而居的东方之城,连同香港市民脸上洋溢的笑容,共同映沉着大家对未来香港在创新辉煌的信心。 这满心欢喜的红色,是新时代香港的底色,这激情满怀昂首向前的人心,更是香港踏上新征程的见证,它也必将在香港的历史年文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在香港回归25周年的事件当口,我们的思绪伴随着这座现代与古运交织,中西文化碰撞交汇的城市此起彼伏。 我们不会忘记,1997年7月1日,中英防务交接一世上,当人民解放军军官对英国人喊出,你们可以下岗,我们上岗时。 一个伟大民族的政绩豪迈之音,激荡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。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企与香港特别性政局区齐,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,但随着威武雄壮的国歌叙叙升起时,全场掌声雷动久久不息。 现场和屏幕前的无数中国人眼含热泪,这泪水既有对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喜悦,也有对往昔香港分离祖国怀抱屈辱的喜刷与告别。 中国一点都不能少。 和屏幕前的考虑 原像军言言 也有对中国直选 diffé 美語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